项目编号 SCP-032弟兄们的新娘 项目等级 Euclid 特殊收容措施 SCP-032被收容于自动收容单元15分之535 和SCP-032的直接接触仅限于研究相关任务 如需要进行访谈 和使用单元内的遥距通信阵列进行 尽管SCP-032的存在不会直接对人体有害 但由于它对大部分有异微生物造成的不良影响 铺路于SCP-032的时间被限制于12小时或以下 SCP-032不应和任何未精致或精人类加工过的生物质接触 尤其是非人类的活体个体 见文件032-RCL得知其分类的完整列表 SCP-032并不需要也不会要求物质或其他形式上的舒适 描述 SCP-032是一名目前来历不明的F型 外部不完全相似 内部不一致 仿然 它由一个以着色细胶 5.5微米厚 以及各种塑料纤维聚合物组成的外壳 呈现一名接近30岁的高加索女人的外观 SCP-032的内部完全由液态精面有组成 缺少任何骨骼及肌肉结构 尽管如此 SCP-032仍能活动及说话 SCP-032能在适当的距离上保持住人类的幻象 但在较近的距离上则变得难以服众 使大部分观察者感到情度不适 此效应被认为并非异常 尽管它显然充分发挥认知能力 SCP-032声称它并非有智能 只是作为它的创造者的中介工具而活动而已 基金会仍未能证实或反驳此说法 SCP-032能对临近并非由人为创造 故意影响操纵或有类似关系的生物性个体造成极致不良的效应 尽管这些效应的确切性质不同 SCP-032的存在必定对任何生物体交换级或使用能量的能力造成严重且不可挽回的损害 野生植物失去进行光合作用或以其他方式产生或吸收能量的能力 还有动物使用其呼吸系统和消化系统的能力等 这也适用于微生物 尽管SCP-032的效应是倾向于损害它们的生殖系统 据推测 一些微生物和人类之间的共生关系是造成此种差异的原因 SCP-032被发现坐于斯洛伐克附近的基金会在内部建筑的门口楼梯上 当基金会安保问题时 SCP-032展示了它的异常效应并表示它在这里是要被保存的 监控录像没有显示其到达时间的记录 而且仍未得知SCP-032是如何得知Site的位置并在未被发现的情况下来到此处 当问及寻求基金会积压的原因时 SCP-032表示其创造者的命令 寻求无限期储存 直到被通知为止 以上这些资料就是关于SCP-032的资讯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 记得帮我按个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按不喜欢吧 希望我做什么SCP或主题 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 拜拜